不外乎几个比较重要的 其实你会发现程式里面 第一个 先要确定什么事 就是说呢 他要用哪一种回圈 所以如果他这边已经告诉不定数回圈 那你就要想到用while 那我习惯用while e-mail 第一个啦 第二个的话输入 输入的话就输入身高跟体重 所以你要想到需要两个变数来 暂时存放身高跟体重 所以我放一个h 放一个y好了 放一个h一个w好了 然后再计算出bmi 再利用bmi去做逻辑判断 OK 逻辑判断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输出啦 输出的话就是他这边有个叫state 也就是输出的格式的话就要长这样子 就是bmi先输出 而且bmi要冒号 然后 把它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并且换行 反斜线N 然后一个state 然后后面的话加上他的频语 那这个地方就是输出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 从上面得到的相关提示 把它转换成程式啦 基本上就是我们之前讲过了 所以请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因为 这很多地方其实是前面讲过的 所以我大概 快速的来 做一个 简单的复习吧 那第1个的话呢 我习惯打一个什么 fire email OK 那fire email 前面有讲过啦 其实意思就是说 不确定你要跑几次 没关系 像我的习惯 有点像直觉的SOP 就是fire email 反正 你就一定 就帮我一直跑就对了 不确定 我不知道说到底 你那个判断的数量要是多少个 当然如果你有固定数量 你用for回圈 前面有讲过啦 for I in range 这是已经写过很多 所以有些固定的写法 你就把它熟练 熟练你用把它带进来 那第2个要输入升高 升高的部分的话 因为要取到整数位 所以外面用EVO 可能有小数点 可能没小数点 用EVO 会比较 好处理 如果用INT的话 只会取到整数 那底下的话 因为它题目规定就是说 如果是-999的话 有没有 输入-999 那就break 所以呢 我们在这底下增加一个什么 如果它输入了什么 -999的话 那就break 这个前面也有写过 有点像是一个 开关 从这边去跳离 画一帽号是不断进入这个回圈 所以呢 如果它输入不是-999的话 那它就得到了升高 然后一样得到体重 体重部分的话 其实这边到底要不要再加这个逻辑判断 其实可加可不加 OK 但是 如果为了确保 那个 确保那个 我们程式的稳定 也许你就把它加一下 所以你可以把这三行复制贴过来 其实只有改一个地方 把H 改成W 那再来的话就计算BMI 那BMI的计算公式 我们 前面有讲过 有没有 所以再多一个BMI的 一个 这个变数 BMI等于什么呢 BMI 等于 这个体重 有没有 除以它这边其实都有那个 参考的这个公式 有没有 体重除以 身高 身高的部分是要 是米 就是要把公分除以100 然后的平方 所以呢 我们这边的话可以 体重除以什么呢 先把 这个什么呢 先把身高 除以 100 变成米 之后的话 然后呢 再什么 平方 平方的话就是乘乘 乘乘2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 BMI了 OK 所以 BMI就算出来了 那算出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那其实当然 这地方特别重要 一定也要写在 File回圈里面 你不能跳梨 那因为这个题目的话 它显示出来 你输入身高 输入体重 直接 就做输出了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输入跟这个输出 必须是 同时的 OK 所以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在File回圈里面 做 这样的事情 这个 这个动作 所以呢 输出部分要做逻辑判断 那判断部分的话蛮冗长的啦 也就是说它这个地方有 几种输入 就是 4重的 如果 小于18 0.5的话 那那个State就是这个 所以你可以用 当然考试不能复制啦 你可以照着打 然后如果 第二个 第三个 所以这个多重的逻辑判断 前面我们有写过啦 所以我直接 拿那个 已经 这个 写好的 我们直接 就拿来 拿来用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做一个if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 BMI 所以很直觉的吧 小于18.5的话 那 底下的部分的话 我先 把那个State State的部分呢 先放在一个S里面好了 我就 等到什么时候再 在print呢 等到我将来呢 一次 也就是说呢 我如果要输出 这一个结果的话 这样一串的话 我可以把 这两 行 当成是 一个 字串 做输出 那怎么样全部串在一起呢 其实 关键就是这边啦 加一个反斜线 按部就好了 所以 BMI 把BMI 带过来 而且是小数点 第二位 那State的话呢 就把那个S 带过来就可以 所以这边有两个变数啦 所以呢 最重要的是 我如果做完之后 那我已经有BMI 然后我有一个S 所以可以把这两个 当成两个变数 放在 底下这边 所以最后print啦 OK 关键来咯 print print部分的话呢 那当然第1个 我们可以 用那个format来做 可能会是相对比较好的策略 那因为要取到小数点 第2位啦 所以print部分的话呢 当然了我们可以 参考那个 提本给我们的 就是 它一定是BMI 冒号 OK 后面有没有一个 一个空白 这边好像有一个空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 BMI 冒号空白 空白 在程式里面也是 绝对 必要的 因为如果你少一个空白 将来呢 输出呢 它也不算你正确 然后再来的话 BMI要取到小数点 所以冒号 0.2f 第1个 OK 第2个要换航 换航的部分的话 应该还记得吧 反斜线N 在这里 反斜线N 所以呢 BMI 冒号空格 然后把资料放进来 取到小数点 然后换航之后的话 再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State 所以这个State的话 是这个 State 看到有没有空白 好像有个空白 然后面的话呢 就是加上他最后的 那个他的一个 评语啦 他到底是过轻过重等等的 所以 换航嘛 这个换航 然后一个State 然后空白 空白后面的话 加一个大刮壶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格式公式就OK了 后面再加一个点Format 然后呢 刮壶之后的话 分别再把第1个 这个大刮壶里面要的变数 放在这里 这个放第2个 所以呢 把这个BMI 这个变数 放到这里 第1个 他帮你带过来 第2个的话呢 逗点 再加第2个 第2个S 把S带过来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我们 理论上应该就已经把 程式 给 写完了 OK 所以 最后的话 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看这个结果 是不是符合那个 这个 题目要的啦 所以我们一样把它run一下 然后 也可以把这个 画面切 切到这边 然后让 让这个 程式 一边看得到 然后照着输入看看 如果执行之后的话 然后照 这上面的输入 比如说 176 Enter 80Enter 如果 然后在 输入之后 Enter之后的话呢 它能够得到下面 这两行的结果的话 那表示第1个是OK的 看Enter 有没有 25.83 没错 然后呢 有点过重 好 那再来 因为 还在回缺里面 所以在输入170 Enter 然后100 那 等于是输入 h 输入 w OK 然后呢 再Enter 然后一样 如果得到下面这个结果的话 那表示你第2个 第2关也过了 好 是不是34.60 对没错 然后呢 肥胖 最后呢 因为我要离开了 所以呢 我就输入什么 -9999 OK 那当我输入这个之后的话 当然它这个地方 又回到 File EMAO这里 然后如果输入那个 -9999到h里面的话 然后它就会判断 诶 这两个是不是相等 如果是的话呢 就break break呢 意思就跳到 这个File回圈的外面 那意思是这边没有程式的 所以就自动 结束这个程式 Enter看看 没错 所以程式就离开了 那这一题应该基本上就ok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不外乎大概几个啦 这也是很多地方都前面讲过了 画一帽号 OK 然后输入的话 h跟w 底下做逻辑判断 会有个break OK 然后呢 计算 BMI 之后做逻辑判断 并且用format做输出 大致上 这些我想前面都有讲过啦 只是说熟练度问题 那当然你想说老师我可不可以改 改成别的写法 可以 只是说 别的写法会比较好理解 就像画一帽号有的人是直接什么 把那个 这个 把这个 这个逻辑判断 放在这个画一帽号后面 可是问题哦 你要想到你变成你要把什么 把这个输入放在画一帽号的上面 显然好像那个结构跑起来 我是觉得比较不顺啦 所以呢 这个画一帽号 其实还蛮 蛮万用的啦 所以请各位也许试试看 把那个406这一题 试着写写看 好 好 谢谢大家